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着重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 其中介绍了华尔街日报对有关于亨特拜登腐败指控的处理方式 以及围绕这些处理方式所引起的争议 文章介绍说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 川普总统以及盟友正在加紧努力 想将拜登与儿子亨特还有他的一个兄弟詹姆斯的国际商业交易关联起来 从而引起对前副总统拜登的道德操守 还有商业犯罪的质疑 他们的努力利用了一些消息来源 收集了电子邮件加密短信照片 以及亨特还有詹姆斯的前商业伙伴托尼·伯布林斯基所提供的其他文件 这些记录中的许多都集中在二零一七年拜登离任后 与中国合作伙伴的拟议合资企业 而这笔交易最终失败了 到了十月初白宫内部的人们都认为 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需要有一次拯救计划 于是三个与总统的重要盟友聚集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一栋房子里 开始这次计划 主持人是亚瑟施瓦茨 他是与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关系密切的纽约公关人员 根据两位熟悉会议的人说 客人是白宫的律师赫施曼 还有白宫的副法律顾问帕桑蒂诺 而赫施曼先生知道他们在那里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他曾经在今年年初的弹劾案中代表川普先生 他试图指出亨特在乌克兰的工作来转移对总统的部分指控 最近他一直在白宫的工资单上 被列为总统的高级顾问 并与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保持密切关系 三人曾把连任总统希望寄托在第四位客人身上 这是一位名叫迈克尔本德的华尔街日报白宫记者 他们把材料送到了记者那里 这是很多详述亨特商业活动的电子邮件 还有亨特的一位叫做伯布林斯基的前商业伙伴的电话 伯布林斯基愿意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一个爆炸性的说法 前副总统拜登一直知道他儿子的活动 并且从中获利 而川普的团队离开时 他们相信华尔街日报会把这件事情报道开 他们的兴奋之情也传达给了总统 华尔街日报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渠道 川普的顾问们认为这个故事可能会让拜登的候选人资格彻底掀翻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持偏保守主义立场 这意味着其新闻页面的工作在整个共和党中具有可信度 而且华尔街日报的读者群比其他的大的新闻机构更加右倾 其华盛顿分社的社长贝克特最近一次在华尔街日报记者和编辑的虚拟聚会上表示 虽然他知道该报经常向阅读该报的众多川普支持者提供不受报道 但是华尔街日报应该保护其在整个政治光谱中被信任的独特地位 而当川普团队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华尔街日报曝光时 该报却进行了应有调查 本德先生和贝克特先生将这篇报道交给了一位生育良好的有关于中国的记者 阿兰迪还有另外一位不断跟踪康特事件的国会山记者 阿兰迪采访了伯布林斯基先生 他们开始起草报道 然后事情就乱套了 毫无预警的川普总统的盟友 前纽约市长现为川普总统律师的鲁迪朱利安尼 带着麦克兰团队精心布置的细节突然出现在现场 朱利安尼向莫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纽约邮报 交付了一批来源不确定的文件 其中包含与一些川普团队交付的相同的电子邮件 朱利安尼曾经与川普的前助手班农合作 而班农也开始将部分邮件内容泄露给他青睐的右翼媒体 朱利安尼表示这些邮件是来自亨特拜登遗弃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但是拒绝让记者检查这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给整个故事情节蒙上了阴影 纽约邮报的报道也是如此 他指称无法证明拜登参与了儿子的活动 虽然川普团队显得很紧张 但是华尔街日报的华盛顿分社的编辑们却在纠结一个核心问题 这些文件或者是伯伯林斯基先生的说明 能否证明拜登参与了他儿子的游说活动 或者这是年轻的拜登利用其家族的名誉进行交易的又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报道主题 但是并不新鲜 也不是一个迫切需要在选举前所揭示的主题 根据班能的说法 川普和他的盟友预计故事将在十月十九日星期一 被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将是竞选活动的中后期 但是仍然不会显得太晚 并且有可能会塑造那一周的整个新闻周期 进入周四关键的辩论最后环节 而川普总统在当天的电话会议上告诉助手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重磅的文章将很快到来 但是有一位没有直接参与报道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告诉纽约时报 编辑们不喜欢川普影射 我们是被叫来做打手的 随着周四辩论的临近 记者们继续写稿 对于白宫疯狂的时间表要求无动于衷 最后伯布林斯基先生自己厌倦了等待 班农说他对他们是否要做这件事情感到恐惧 在周三晚上辩论前七点三十五分 博布林斯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 记录在案的六百八十四个字的声明 向一系列新闻媒体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全文刊登了他 而之后他作为川普总统的惊喜嘉宾 出现在纳什维尔参加辩论会 在辩论会开始不到两个小时 他向媒体宣读了一份六分钟的声明 详细地说明了他对前副总统参与其儿子商业交易的指控 当川普总统走上辩论舞台时 总统显得好像电子邮件的细节和指控已经众所周知 总统说你是大人物 我不知道也许你不是 他在辩论中告诉拜登先生 这是指的文件中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而辩论结束时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新闻文章 只是阿莱迪先生还有另外一位记者报道的存根内容 其核心内容是 伯布林斯基先生未能够证明其核心的议题 华尔街日报审查的公司记录显示 拜登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当被问及华尔街日报对该报道的处理方式时 主编莫里表示 该报没有讨论其新闻采集的问题 他说我们严谨和值得信赖的新闻报道不言而喻 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回忆到到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老牌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机制似乎进入了信任危机 人们开始无法相信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网络新闻的周期 电视网还有在那个秋天和夏天 几乎是让川普总统直接担任了执行制片人 二零一六年十月 阿桑奇还有科米比各大新闻机构都更能够推动新闻周期的发展 而新旧媒体中的许多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在新的世界里读者会找到他们想读的信息 因此编辑和制片人的决定 关于是否报道某件事情以及给予多少关注 但是没有多大意义 而纽约时报报道分析认为 过去两周的事实认为情况似乎恰恰相反 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老牌媒体守门人 仍然可以控制新闻报道的议程 事实证明 维基解密还有老牌媒体对维基解密的报道有很大的区别 川普总统的一条推特还有一条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 甚至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暗示拜登的确是犯下了罪过 但是一篇新闻文章没有得出这个结论 其中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而有趣的是这样一桩美国政治争议事件 也引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注意 总统普京表示乔拜登的儿子亨特在乌克兰有过或者可能有过的生意 但是这与莫斯科无关 他说虽然亨特在那里挣了大钱 但是俄罗斯认为其中没有犯罪行为 普京在周日晚些时候所播出的俄罗斯频道采访中说 这与我们无关 他关系到美国人和乌克兰人 这位总统表示他知道拜登的儿子至少有一家公司 他是事实上的负责人 并补充说亨特显然从这项工作中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表示他看不出他犯了什么罪 亨特是在二零一四年加入了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布里斯马控股公司的董事会 当时乌克兰发生暴力政变后不久 他的父亲还在奥巴马手下担任美国副总统 而亨特一直在董事会任职 直到二零一九年任期届满 这个问题被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提出 他指责拜登影响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甚至逼迫基辅方面解雇了当时的乌克兰检察长 据说是为了帮助儿子的公司摆脱反腐败调查 而在周四的最后一场辩论中 亨特在乌克兰以及据说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 再次被川普总统引用 川普总统表示拜登和他的家人从乌克兰俄罗斯和中国落了一大笔钱 普京拒绝了对川普总统影射的拜登本人从俄罗斯获得大量钱的猜测进行评价 当被问及这一说法时 他只回应不予置评 而他同样指出 他不知道亨特拜登与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遗孀之间有任何商业关系 这也是川普总统在辩论中所提出的另外的问题 作为俄罗斯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这一位女人曾经经营一家投资和建筑公司 后来又成立了一家投资基金 而普京表示这位女商人和义丸富翁有许多商业往来 但是他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美国人 而至于他自己与卢日科夫的关系 普京说两人相互尊重和信任 但是补充说他们始终严格保持官方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